每一次见到这支空中突击旅的指战员们 都会发现他们在变得更强大 而这一次 我发现他们把那么多的新变化 那么多的新能力 都带到了这片训练场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一个训练场 那更是一个试验场和这个熬场 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我们公图的战士们 他们学习了哪些新的技能 掌握了哪些新的本领 都会在这里进行检验 那么今天的军工邻居里 我们就在这里跟他们一起 看一看他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边 学了哪些新本事 掌握了哪些新技能 在这段时间里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的武装直升机 今天要进行一场多种武器的射击训练 检验飞行员空中杀敌的本领 和地面机舞人员实战化保障的能力 我是第一次看到直升机用的空对地导弹 是这样装上去的 装完之后 直升机明显多了一份杀器 好像一把装完弹霞的狙击步枪 等待着射手就位 我们现在是来到我们这个武装直升机啊 进行实战打靶的这个靶场啊 那么这个靶子呢在我前方特别远的地方 基本上相当于是我们摄像机长焦的这个极限了 所以我们不一定能够带来特别清晰的画面 那么今天呢参加这个设计呢 有我们直10和直19的武装直升机呢 它们分别会使用导弹和火箭弹 对目标进行打击 刚才我从这个画面上看了一下 这个目标区呢不仅设置了这个 像专门给火箭弹打击使用的这种地环把 同时呢还放了几个点状的实体板 实体板里面呢有我们真实的坦克 另外还有几个不太容易在屏幕上看到的 是具有伪装的这种目标 这个呢也是对我们空中的这个飞行员啊 他们在识别地面目标准确识别 精确打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边又是一架直直正在建立它的这个攻击航线 我们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出这个武装支撑机 面对对方的地面部队 特别是坦克装甲车辆这样的目标 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我们经常说它叫树梢杀手是吧 总觉得它可以利用这个 飞行高度低这样的优势 能够对对方进行一个隐秘的杀伤 其实在这个地方没有树 不需要利用树梢 我只需要利用我导弹的这个远射程 我就可以躲在 对方地面部队的这个火力防区之外 对坦克装甲车辆这样的目标进行打击 这个就是战场上的单向的这个杀伤啊 坦克装甲车辆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的 完成了攻击任务的直升机很快返回机场 接下来它要面临的 是比消灭地上的把镖更加关键的训练任务 因为地面负责军械的地前人员 要验证一种他们之前 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技能 他们要在模拟作战环境下 为武装直升机补充弹药 现在马上叫执行的呢 就是这次演练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叫热挂弹 什么叫热挂弹呢 就是在我们直升机落机之后 不关机马上了 对 刚刚打完的弹药进行补充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机架要挂装弹药 就放在我的身后 这个对地心人员来做的 跟他们平时装配弹的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 挂弹的过程并不算复杂 这也是导弹设计时候的指导思想 让导弹可以快速简单地挂到直升机上 但是现在 集武人员头顶上是急速旋转的旋翼 强劲的气流 给他们的工作 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还是很考验我们地群的功夫 一方面所有的动作 必须要想做速度要快 同时呢 要注意操作这个安全性 要避开车在地面 一放手 这个悬翼包括围挟 所有的这种业区域 在现场 军械师翟廷举 是最忙碌的人 虽然已经从事这项工作 16年半了 但这次任务 还是让他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首先这个热挂弹是咱们全军首次 首次开展的一个项目 它对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缩短战场时间 提高打赢能力 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制定了比较详细 周密的方案 再次呢 我们在实战环境中进行了实战检验 我觉得可提高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我们在缩短这个热挂弹的时间上 规范热挂弹的流程 保证热挂弹安全上还有可提高的环节 热挂弹完成之后呢 我们听到这个直升机的放动机功率 马上就提起来了 马上这架直升机就要继续飞往马区 投入到马标的打击工作 整个时间大概也就是 和之前的飞行打击的间隔 基本上差不多了 这也就相当于说呢 在这次行动中 这一架直升机 可以当两架直升机来用 有了更强的持续作战能力 一支武装直升机的分队 就可以完成更多的作战任务 给更多的地面部队 提供及时的火力支援 真正发挥出空中利剑的强大威力 整个训练持续进行 白天要打 到了晚上还要打 我看到远方呢 有直升机上的这个冰队灯 闪烁着在天空中 直线的匀速的前进 这就是我们的武装直升机 正在建立攻击航线 打的把镬呢 跟白天是一样的 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迷彩把 和这个坦克把 同样它是需要通过 直升机前面的这个光电塔 获取夜间微弱的这个光线 来得到一个完整的这个目标图像 然后呢完成对目标的识别 和打击的过程 同时在这个线带战争当中呢 夜间的这个打击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作战方式 那么让我们的这个攻击的过程 更有这个突然性 这夜间攻击自然是有它的优势 但对飞行员来说 也有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漆黑一片的夜里 低空飞行 本身就是对飞行技术 和身体机能的挑战 而这次野外住训的场地 也给夜间飞行 增加了一份难度 特点就一个字 黑 出航以后 出了跑道 你出来后 就整个感觉就在漆黑的一片 特别安静 同时呢 对你的这个飞行的数据 飞行助缘 你如果不勤检查 你会 你很难发现它的这个偏差修正 比如说 你高度 高了 高度掉了100米 200米 你甚至就没有差距 所以到了夜间 更要求注意力的高度集中 我们的拍摄更是如此 漆黑的夜里 寻找直升机的踪迹 本就不易 像我这样 一不注意 身后的直升机 就已经完成了闪电般的巨杀 好 从 这个红点上 分属出来一个白色的小点 这就是我们的导弹 你会看到它打了一个高抛弹道 首先弹道是往上 然后呢 接近目标的时候 它会向下补充 这个时候我们的直升机 要持续对目标进行照射 来为导弹指示目标漂亮 导中了 我们从直升机上拍摄的画面中 可以看到 直升机头部的光电探测器 在空中不断地搜寻目标 并如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激光 获取目标的精确数据 接下来导弹发射 激光还要负责对导弹进行引导 一次攻击的背后 武装直升机上的飞行员 也要连续精准地完成多次操作 一把区有引进 这个可能是会用火箭弹 对敌方阵器进行一个覆盖 打出来了 原发的速发火箭弹射向灭关区 现在我们现在是火箭弹发射的 这个控制声 把区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火箭弹爆炸的火光 让整个夜空都亮了起来 我还看到其中有一枚弹 应该是击中了放置在地面上的 坦克实体把镖 没有耗尽的燃油被引爆了 巨大的火球孤独地燃烧了起来 如果是真实的敌方阵地 那么敌人们一定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昨天进行实弹 设计的这个模拟敌方阵地 大家看我身后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一排 铺有这个伪装布的把镖 之前远处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现在到近处 发现这个伪装布都已经被炸掉了 露出这个扭曲的金属支架 现在我们能看清楚 这些把镖在什么地方了 那么在后面 是我们进行这个火箭弹 设计训练的这个地环把 那么现在它的周围 是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这个弹坑 其实现在整个这个模拟的地方 阵地上都是一个满目创业的状态 我现在随手就可以在这边剑刀 像这样的这个弹片 那么昨天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亮点 就是我们用导弹打的这个实体把 这个实体把在哪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我身后 这个装甲车辆 昨天在看的时候 我们远处看 看不清 我以为它是一个坦克把 那么今天走到这个山坡底下的时候 我看觉得它是一个 这个装甲的人员输送车 这样一个把镖 但是我现在走到近处看的时候 发现 这是一个退役的自行的榴弹炮 这个榴弹炮呢 本身是装在这个车体上面的 现在呢 整个上庄都被炸断了 然后这个炮的掉到这个车体里面 而且这个车体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车体侧面 这个装甲就好像这个 我们的那个纸箱子 纸盒子被撕烂了一样 就足见我们这个空射的反坦克导弹 它的这个威力有多大 那么同时呢 昨天在这个设计过程当中 其实是从这个目标的发现 到目标的识别 到打击 到最后的这个毁伤效果的评估 其实我们的飞行员 都是在一个航次里面就完成的 几分钟的时间 做这么多的动作 完成这么多的任务 它作战效率可以说是相当的高了 在整个设计训练中 有的架次里 飞行员要在一条攻击航线上 从远距离 打到近距离 从导弹 打到火箭弹 再打到航炮 快速切换武器 快速完成目标的发现和锁定 快速完成多个作战任务 飞行员们 把这样的攻击任务叫做套餐 在物雷战场 比如说我们在突破敌震地的时候 我们可以同时对多个 比如说坦克 装甲车 还有一些高价值点的目标 实施多个目标的经济打击 而后 我们可以切换到 这个非制导火炎弹攻击 可以对地面的有声力量 和一些飞装甲的一些目标 实施一些火力覆盖 有效地破坏敌的防御体系 空中的训练展现出了 不同以往的作战能力 但是不要忘了 空中突击率 是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 有机融合的产物 在地上 空中突击步兵们 也在完成能力的提升 我跟随他们 来到轻武器的射击场 观看他们的训练 一到这儿 我发现有惊喜 有没有发现 他们训练使用的步枪 不太一样了 这不正是在国庆70周年 大阅兵上 亮相的新型步枪吗 在不久前的中国航展上 它还是展馆里的明星产品 而现在 它已经在训练场上 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 经历风沙雨水的洗礼 除了实弹射击 战士们还要从战术训练当中 摸索和这个新战友 共同作战的方式 今天 我主动要求和战士们一起训练 毕竟新步枪拿在手里的感觉 那真是太好了 这舒适的握持体验 这细腻的材质工艺 我甚至觉得 自己的战斗力已经提升了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感觉 真正要实现新装备提升战斗力 还得靠实打实的训练 我们常常的战术动作 我们在战场上 用这个枪一些战术 行进以及握倒 还有后面我们就是参加一些射击 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操枪 这些等等一些动作 这些这么基础的动作 都要重新学吗 对对 因为我们这些新式步枪刚下来之后 与之前的老95 95以及我们的95-1式 有很大的区别 包括什么整体的构造上面 都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说我们在配发这个枪下来之后 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摸索和一些训练 只有从最基础最平常的动作练起 才能更真切地去体会新步枪的变化 我也是在这样一遍遍地重复里 慢慢地适应有托的步枪结构 毕竟做节目到现在 接触的步枪都是无托结构的 这可能和很多新战士的经历 差不多 当然我还不能像他们一样 去靶场进行实弹射击 不过不装子弹 并不意味着新步枪 不能发挥一件武器的杀伤力 现在我就要学一下新的技能 刺杀 方位之后向下 右手向下一下枪多 将枪 刺到间挑起 然后配一个沙子 然后看一遍老师 这个口令 一遍 下 再配个沙子 在刺杂过程中 身体慢慢向转 将自己的身体 暴露给敌人的比较少 对面就不容易刺中你 领导 按下就是说还刺是吧 对 老师我们这个动作 整个身体要用一股劲 看着比较软的话 对对面也没有什么杀伤力 它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杀气 领导 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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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左撐去 撐 撐 我這幾招不知道 對敵人的殺傷力有多大 反正對自己的殺傷力不小 不僅這手練出血了 還把自己的體力小好了大半 我們沒想到刺殺這個東西 這麼耗費體力的一個動作 對 因為這個刺殺 它對我們全身 它都是一個肌肉 它都是一個緊迫的狀態 因為還有我們的發力 它都是瞬間的一個爆發力 隨時準備出槍 刺殺的敵人 像現在我們這個武器裝備 都這麼現金 為什麼還要練這個刺殺 這樣的一個基礎的這種動作 這個刺殺它變得 不只是說是我們一個武器的運用 而是這個刺殺它最關鍵的 練一個均勻的血性和膽氣 還有我們一些破力 就看我們的戰場上 敢不敢將刀子刺進去 當然 我這點訓練量 是不可能和戰士們相比的 他們就是這樣不停地精力摔打 從錯誤中學習完善 核心武器 新裝備完成磨合 就在他們即將結束一天訓練的時候 草原上一陣馬達的轟鳴呼嘯而過 這又是什麼秘密武器呢 高機動的全地形車是空突步兵快速越近作戰必備的工具 之前我在演訓場上就看他們使用過 我也曾經學習過全地形突擊車的駕駛 不過今天我發現這輛車是個升級版 裝甲防護提升了 這駕駛難度好像還變簡單了 明顯那個駕駛板 這也要厚了很多 進展之後這個 這個內飾跟原來也差別挺大的 這我們要怎麼啟動它的 還是要是啟動 旋轉一下 這是二檔 是倒車檔 C檔是原地轉向的 C檔 現在直接給一個檔位就能原地轉向 對對對 然後D檔是前進檔 D檔前進檔 非常簡單 就四個檔位 所以說我們開動一下 轉過去 好 好 他要有在這個檔位 這個外面的檔位 就是引擎的 好 是 這幾個檔位 這是 剛才出現的檔位 是 是 這幾個檔位 是 在這幾個檔位 看我的基本操作没问题 王班长决定给我上点难度 不远处有两根杆 我的任务就是把车 从两根杆之间倒进去 试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行吧 您给我当个引导员 行吧 好不好 我看看啊 将车与裤平行 在这个角度上面是可以看到的 我直接到晚这么绕 我去试一次 也行 那的话就是跟我们那个 其实家里倒进去会更像一点 还可以 还可以 应该差不多 看着战士们的装备短时间里不断更新 我在惊喜之余也着实为他们感到压力 每次有新家伙到手都要钻研学习 都要在最快的时间里摸索出相应的作战和训练方法 这样他们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之中 更重要的是作为最早使用这些装备的部队 他们摸索出的经验 也对装备的全面列装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样的责任 让他们对每一次训练都必须全力以赴 因为你靠现在靠等 靠别人来教是不现实的 靠别人来给你拿来教材也不现实 只能是靠自己形成自己的训练 作为一个改革转型的一个排头兵吧 也是一个荣誉人队 所以说所有的路子都必须靠我们自己去尝试 我们不管是新装备的用户上面 结合上面还是空气协同训练上面 我们一直会以一种锐不可挡的一种形式 锐不可挡的一种姿态 去把这种任务完整好 新的装备配发的时间比较短 要快速地形成作战能力 这就需要我们采取超长的措施 创新训练方法 创新主性模式 以最快的速度 使人装达到高度结合的程度 实现我们战斗力的 有力的生成 不过您是否会跟我 有同样的疑惑呢 有了这么好的装备 王班长为什么还要我学倒车入库呢 配备了新装备的突击步兵 如何再次和空中的直升机完成协同 实现非一般的机动能力呢 空突历刃将在战场上 展现出怎样新的锋芒呢 这一切都将在仓皇的大草原上 揭晓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